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抓错人了 我们的法医已经能够确认在你家里找到的绳子曾经用来捆绑过被害人 证据确凿 想抵赖也抵赖不了了 什么 绳子 徐芳迟疑了一下 似乎想明白了 大声说道 我都说过了 我们用那些绳子 我不知道那些绳子是怎么会出现在我家的 这样的辩解三岁小孩子都不会信 你就死先踏地地认罪吧 不 我不认 你们别想找各种罪名抓我 徐芳不知哪来生出一股大力 舍尽一晃膀子 竟把两边架了他的警察都给甩开了 其中一个年轻警察没有经验 慌慌张张掏枪 徐芳一把扑在他身上 警察刚把枪掏出来 就被他一把夺过 别动 别动 徐芳毕竟是武警出身 麻烈地调转枪口 对准重人 这一下局势马上就逆转了 妈的 孙剑舟狠狠瞪了一眼 那个年轻警察 想拔枪又不敢 徐芳威胁着 一步步后退 谁动我打死他 几个警员眼睁睁看着 无计可施 丁浅犹豫了一下 迈开脚步 不紧不慢地 跟在徐芳的身后 徐芳朝他大吼 我叫你别跟着 我并不想对你怎么样 你只要告诉我 蒋雨昕 被你囚禁在什么地方 我马上就走 我他妈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你别跟着我 蒋雨昕 就是你今天上午 在荧光大厦 绑架的那个女孩子 只要你把囚禁 她的地方告诉我 我就放过你 面对徐芳手里的枪 丁浅异常平静 平静到让人感到可怕 尤其是那双眼睛 冷冷瞧着徐芳的双眼 让人骨头里发寒 我不知道蒋雨昕在哪 你赶紧滚开 徐芳不敢对视丁浅 担心他又使出什么妖术 抬手开了一枪 刺耳的枪声划过天空 把孙剑舟他们都吓了一跳 以为丁浅中枪了 丁浅脚步不乱 依然平静地跟在徐芳身后 看不出中枪的迹象 他并不是不怕死 但他清楚 如果这时候 稍微表现出惬意 徐芳说不定哪一枪 就能打中的 他只有先让对方乱 自己才有机会 他努力寻找 与徐芳对视的机会 他逼得徐芳不得不避开 他的目光 这样他就难以瞄准 徐芳一枪走空 不再耽搁 转身就跑 丁浅后面紧追不放 徐芳一边跑一边喊道 你为什么不敢放过我 你要不是警察 我和你有仇吗 丁浅累得满身是汗 咬牙跟住他 我说过 只要你交出蒋雨昕 我没抓蒋雨昕 就是没抓 那些橙子 根本就不是我拿进屋的 你们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 不是你拿的还能有谁 难不成有人 偷偷跑进你家里了吗 谁知道我 有可能 反正我家里失窃过 你说什么 失窃 什么时候的事 去年 刚装修完的时候 徐芳戴着手铐 跑起来很累 他停下来 扶着大树 气喘吁吁的 我发现 新房的衣柜被人翻过 但门锁都还是好好的 我寻思可能遭贼了 还是个敲门压锁的老手 你没报警吗 没有 新家也没什么值钱东西 我一开始怀疑过 给我家做木工的王师傅 他在我新房里 打了一周家具 我当时把进门钥匙给他了 他万一偷偷配了一把钥匙 想进我家太容易了 但那个人平时感觉挺老实的 我还暗中了解过他 也没发现他有这方面的劣迹 就没再追究 反正打算结婚之前 换一把新锁 那你现在怀疑谁 当然是那个王师傅了 那些绳子不是我拿进屋的 除了我还能有谁 我的门锁壳都是完好无损的 根本没有敲门压锁的痕迹 遗憾就是支根支底的熟人做的 除了我和我前女友 其他人压根就没有钥匙 你说还能有谁啊 想来想去只有一种可能 王师傅拿我家钥匙去复制了一把 他知道我刚装修完 一直不在家 所以绑架个女人来到我家里 徐放的分析让丁钱暗自吃惊 别说是他 连杜志勋他们都没有想到 有这种可能性 尽管听着有点离奇 但仔细一想 倒也并非没有可能 既然你怀疑那个王木工 你之前为什么不对警察说 我也是让你们逼得才想到他 现在能洗脱我的嫌疑了吧 丁钱摇里摇头说 这只是一种假设而已 并不能证明你说的是真的 还是那句话 蒋雨昕在哪 我去你大爷的 徐放讲了半天 合着丁钱根本就不信 他骂了一句转身又跑 丁钱也缓了口气接着追 两个人跑到十字路口 前面亮着红灯 眼前车流急迟 徐放也豁出去了 不管不顾 低着头直接往前冲 一辆公交车正好飞速时来 刺耳的刹车声传来 徐放被刮倒在地 发出痛苦的呻吟手 他翻身从地上坐起来 一条胳膊严肿擦伤了 直往外面躺血 司机从驾驶室里探出脑袋 朝徐放破口大骂 你他妈阻死啊 往车上撞 想抱歉换个地 这司机火气挺大的 一打方向盘 想从伤者旁边绕过去 丁钱这时候撵了上来 拍打司机那边的车窗 就说 师傅人都受伤了 你就顺道把他拉到医院吧 公交司机扭头弯了他一眼 一脸厌恶地说 你哪受伤了 你不是好好的吗 操 让你大爷这儿碰瓷啊 管错 也不给丁钱分辨的机会 一踩油门 差点把丁钱也撞到了 丁钱望着公交车飞驰而去 并没有生气 脸上反而无比的震惊 他的目光 落在公交车后窗上的 电子车牌上 三四七 刹那间 眼前闪过一道亮光 孙剑周带着人 一直在后面撵着 看见徐放受伤倒地 纷纷冲上去按住他 把他吊在地上的手枪 也捡了起来 大家这才松了口气 感谢收听 感谢收听 感谢收听